星期日土耳其和美國軍隊首次在敘利亞東北部的安全區內進行聯合地面巡邏 這個動盾不安的地區由富爾德人控制 安克拉日直遁促在緩衝區內進行巡邏 使得富爾德武裝人員遠離土耳其邊境 土耳其認為敘利亞富爾德民兵系恐怖分子與土耳其境內的富爾德武裝分子有聯繫 土耳其富爾德武裝分子與土耳其政府交戰30年 而敘利亞富爾德人亦是美國打擊敘利亞伊斯蘭各叛亂分子的關鍵盟友 富爾德人的部隊到目前為止已經撤離了敘利亞和土耳其邊境14公里 但是土耳其要求30公里的緩衝區 不過安全區中心的制裁以及由哪一個來控制還未有決定 在過去的四年內美軍經常不得不在土耳其軍隊和富爾德武裝分子之間進行和平調停 福爾德項